未来三天有望终一次大奖的生肖 生肖马 属马的人在外人看来很会花钱 总是大手笔 却没有人去深思属马人士 也只是放长线钓大鱼而已 他们很会规划人生 会把赚来的钱拿去投资 然后利滚利 三天内财神爷独宠 喜事临门 财运亨通 大发八百万 必大赚特赚 有机会赚的发财 得到了菩萨保佑 大富大贵的几率很大 从此过上了有钱的日子 生肖羊 属羊的人三天内财神爷独宠 喜事临门 财运亨通 大发八百万 党也挡不住 必富贵无忧 又得吉星入命 喜庆事不断 再知羊人如鱼得水 事业红红火火 有望生之加薪 扶摇直上 钱包大增 做事称心如意 万事大吉 生肖狗 属狗的人虽然个性固执 但是贵人的指点 他们一定会听 三天内财神爷独宠 喜事临门 财运亨通 大发八百万 好运不断 干什么都能风生水气 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贵人运势 必定是大吉大利 财运亨通 财风力达 钱财一路发不停 赚钱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生肖蛇 属蛇的人成文果断 知足常乐 生活乐得七所 三天内走狗使运 迎财神壮大运 发哄财中大价 一夜暴富 因此运势大有好转 菩萨赐福 运势大望走大运 好运带动桃花运 单身朋友桃花朵朵开 另外属蛇人工作中 一生定能事业有成 钱财大望 往后为家里天赋天财 有望大富大贵 生肖鸡 属鸡的人他们生性聪明 而且精明大气 三天内走狗使运 迎财神壮大运 发哄财中大价 富贵多多 他们得财神恩宠 财运来的适当也挡不住 不仅职场上可以收获荣耀与金钱 在情场上也能收获美满的爱情 注定顺风顺水 过上富贵无忧的生活 生肖龙 属龙的人锐意进去 勇于创新 做事不拘泥于形势 敢为人仙 敢于打破条条框框 开创新模式新天地 三天内喜鹊暴喜 横财入宅 中奖中投奖 喜得贵子 好运不断 在今年中另辟西境 成功开拓新的赚钱管道 能够不断地以钱生钱 钱赚得越来越多 财富积累越来越丰厚 整一年都富得流油 生肖兔 属兔的人 他们聪明机智 反应敏捷 特别是对商业资料非常敏感 在理财方面 往往能取得非常好的收益 三天内喜鹊暴喜 横财入宅 中奖中投奖 喜得贵子 富贵多多 他们不仅正财可以收获满满 而且后财运也节节高升 存款大涨 买车买房 富得流油 生肖猪 属猪的他们对人诚心诚意 同时待人很和善 人脉自然比较宽广 往后运势上 生肖猪今年整体运势还算稳定 特别在三天内三天逢天降大喜 财运旺的一塌糊涂 做生意的属猪人生意能见好结果 另外属猪人他们人缘好 一生不缺贵人相助事业 今后工作顺心外加贵人相助 生活乐无忧 生肖牛 属牛的他们有时候很难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 一表人才 而且忠厚善良 近期运势上 三天内也就是今天属牛人由无火生仇土之举相助 强化自身运势 进而导致喜事不断 家中更是喜事多多 加上属牛人各方面运势都很不错 特别是在事业方面 未来福运连绵 平安健康 南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彼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前世修得 一辈子不愁吃穿的六大圣相 生肖珠 性情憨厚 为人随和的 肖珠朋友 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活宝 乐观而开朗的他们生来有好运 从小受宠到儿立之年 在需要自己独当一面的时候 就算经验不足 也多能得到贵人出手相助 其实正因为肖珠的人前世多为大善人 修得自持又慷慨 因此注定了他们这辈子能得到别人的勇权相报 基本上一生都不需要愁吃穿 生肖兔 天生善于为他人着想的肖兔朋友 做人低调 做事高调 对自己坚持的事情从不延弃 是生活中的智者 事业中的强者 殊不知 其实肖兔的人即便不怎么努力 也往往能有好结果 上辈子多数是心善富贵 慈善嫁的他们造福了不少人 而今生今世的善良心的 也让肖兔的朋友广结善缘 积累了不少好福气 因此他们一辈子注定少有磨难 越老越幸福 吃穿用堵何时都不会缺 生肖马 肖马的朋友是热情的化身 从小运气好 命中多福气的他们 无论何时都能保持自信和乐观的好心态 哪怕失败 也就是拍拍泥土再站起来的事 肖马的朋友 人生多为使必差奴 过一生 上辈子多数是青年爱民的父母官 因此这辈子民旺盛 人气高 领导才能忌忌出众 在事业的舞台之上 必定能创造非凡境地 至于财产和衣食 那都是他们从来都不需要忧虑的东西 生肖龙 鼠龙的人上辈子是为民做主的清官 为大众谋福祉 被后世后代所述为立传 所以这一世 鼠鼠的人不管做啥作业都会成功 因为他有见机性是克服困难的才能 就像他的属相一样临危不乱 因为他的冷静和机敏而又具有聪明和直觉 远见于经商的灵敏 他老是忙着拟定资格的方案 野心过大是他的拦路虎 想一下子干许多作业 致使精力涣散 假如能取长补短 就会终身处在富有当中 生肖牛 鼠牛的人上辈子是骁勇拼杀的武士 他们在战场上面奋勇杀敌 牺牲生命 为后世后代发明了 杰出的生活环境和将来 所以这一世属猪的人 能得到老天的庇佑 终身无病无灾 身体健康 连绵长寿 充足逼生 生肖羊 生肖羊的人为人都会比较高调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 只要他们决定的事情 就不会轻易地去放弃 生肖徒的很有才智 在事业上彻底地展现了自己的才 因此生肖羊的人只要会努力 就会有好的结果 生肖羊的人上辈子都是广阶善缘 就此积累了不少的福气 这辈子也会少受很多苦 年纪越老越有福 南无大慈大悲观 石阴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敞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横财神选重 这几个生肖能以偏财发家 生肖鸡能以偏财发家 鼠鸡人命中有着比较好的财运 尤其是偏财运 鼠鸡人很精明 对于金钱问题更是非常敏感 他们赚钱的能力强 正财收入有了保证 而真正让他们发家的确实偏财 可是鼠鸡人本身比较张扬 还是选择低调一些比较好 生肖猪能以偏财发家 都说鼠猪人有福气 他们命中带财 确实是非常有福气的人 鼠猪人看似憨憨的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 尤其是很善于把握身边的好机会 虽然他们比较难导致正财收入不多 可他们的偏财运很好 中奖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 生活中充满惊喜 更是可以靠偏财发家 南无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保佑您平安顺利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